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在吃与西口介绍美食 今天介绍这一家帕帕亚泰国餐厅 这家好像是连锁店 目前在日本开了4-5家餐厅 这里只能使用现金、佩佩 和你们看到的这几种信用卡而已 微信、支付宝、盈联卡不能使用 店内32个座位也不是很大 但是看上去挺干净的 桌子上调味料有4种 里面3种都是有辣椒的 厉害啊 这次包放在对面椅子上面了 中午套餐都附带色拉 汤和一杯饮料 米饭随便加 还可以选择是否加香菜 还有这里一部分套餐是能够选择辣味程度的 午餐就是鸡肉饭 泰式炒面 鸡肉妹之类的 价格在900日比到1400日比之间 还有一些绿色的泰式咖喱之类的 我今天点的是这个 茴香盐碎风味咖喱套餐 盐碎就是香菜了 绿色咖喱和印度咖喱比较便宜 都不超过900日比 午餐还能够免费得到一杯饮料 我点的是芒果汁 如果加150日比就能得到这些 如果加200日比就能换啤酒和红酒 加350日比能够换啤酒大杯的 这里还有炒饭 啤酒套餐 还有儿童套餐 还有副菜 一律500日比 我点的是这个 吃主菜前先吃一下蔬菜色拉 蔬菜色拉的量还可以 比其他店的多 酸辣酱味道也不错 吃起来很清爽 这个芒果汁 芒果味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是 放了很多糖的那种味道 比较甜 把咖喱汁淋在饭上吃吃看 这家店的米好吃 比较硬 咖喱味很柔和 味道不重 而且能吃出椰子的味道 是甜味的 加一点他们这里的辣椒吃吃看 哇 这个辣椒非常辣 不过很过瘾 属于香辣味的 再加上咖喱的甜味 反而变得更加好吃了 里面还有鸡块 不过量不多 鸡块滑嫩也挺好吃的 汤味道清甜 里面还有豆腐和白萝卜 喝一口能缓解一下辣味 咖喱和鸡肉全部吃完 还剩下那么多饭 还好点了一个副菜 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干饭呢 先喝一口这个汤 有点酸辣汤的味道 嗯很不错 还是老样子 汤拌饭 来一勺肯定很过瘾啊 洗满汤中的米饭 果然好吃 浓郁的酸辣味 不错不错 里面还有蘑菇和香菜 酸辣味加上 若饮若醒的香味 这顿没有采雷啊 总结一下 咖喱味道有一点偏甜 但是加了辣椒后 甜辣味非常好吃 副菜是酸辣味的 很下饭 总体来说 这家店的味道不错 就是咖喱有点少了 如果没有副菜的话 不知道怎么下饭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